台視開播六十年 製作過許許多多經典的綜藝節目 其中天天開心 從一九八七年到二零零零年 一共播出了多達三千一百八十一集 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播出 在那個年代可以說是紅遍了大街小巷 主持人司馬玉娇還有黃西田就回憶了 當時很多的民眾中午吃飯 一定要收看天天開心 短短半個小時的節目內容 包含了短句 說唱 還有富有教育意義的俚語單元 可以說是相當的精彩有趣 尤其是每到了節目最後 司馬玉娇的一句 三十分鐘收一雷就過去了 又要到了跟你說再見囉 這句話更是讓很多人狼狼上口 當年連前總統李登輝也有收看 他還曾經肯定過天天開心的本土精神 這首歌曲相信許多五六年級觀眾都不陌生 天天開心是一九八零年代台灣經典綜藝節目 當時每週一到週五中午十二點準時與觀眾見面 陪伴老老少少一起用餐 讓人狼狼上口的主題曲是由當時主持人之一的黃西田作詞作曲 台式大樂團編曲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都能哼上幾句 很懷念的就是天天開心 台式這麼多年來已經六十年了一家子了 在台式的那段時間真的我就很喜歡很高興 天天開心從一九八七年到兩千年 節目一做就是十二年又十個月 三千一百八十一集的內容 以逗趣而不低俗為原則 說學逗唱陪伴大大小小度過無數歡樂時光 應該連阿斌哥每天看天天開心吃飯 我去澎湖繞區那金門那些看得到的都是 因為他們沒什麼意樂 阿公阿嬤還有很多小孩的人 都是在中午看天天開心長大 雖然天天開心每天直播短短半個小時內容卻豐富精彩 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單元主要是時裝和古裝短劇 結合時事與典故以輕鬆搞笑的方式來宣揚中校結役理念 可說是天天開心的節目靈魂 短短的半個小時裡面包羅萬象 有講古的有唱歌的然後還有演這個短劇的 那麼因為只有短劇只有短短的幾分鐘 你就要把那個劇情演出來 所以都是希望說給大家笑一笑就好了 就這樣 最初的甜甜開心主要是黃西田和石松 石松主持 石松扮演憨厚的冬瓜松 黃西田則飾演傻氣的番薯田 兩個人常在短劇中扮演一見面就半嘴的冤家 主要是跟石松啦 因為一胖一矮啊 那我們兩個剛好搭檔 你站出來就很好笑啦 不管是連戲劇也好 不管是短劇也好 我們都會在一起 80年代之後當然就會比較大的變化 就像我剛剛講就是因為社會開放 題材開放 然後尺度也開放 比較敢講一些笑話或者是各種 以前可能會覺得比較禁忌 或是不敢講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風格上面當然也比較 比較打開 比較多元 揮寫有趣的內容讓節目一推出就大受歡迎 再加上充滿香土味的風格 創造驚人高收視率 對高紀錄百分之五十七的開機率 當中有百分之四十五都是收看這個節目 不但引起他台模仿也捧紅一票主持群 像是高群 常青 卓勝利 方駿等人 就連當時台市當家花旦的司馬玉交 都成為固定班底之一 欸欸欸 妳兩個十十個幾個 頭一時也不睡 還是在插三個插拉插拼 唉呦 人家會緊張 你拿兩張八個給我選 到底要選妹妹 選頭比較好 當然人家的中心台主要選中 都是演武俠片 古裝戲 然後演歌仔戲 都是很震驚的 我沒有嘗試過搞笑的 那個時候半個鐘頭好精彩 先直裝劇 古裝劇 然後再來唱歌嘛 天天開心還會請來歌星演唱歌曲 而節目尾聲 主持人會以一人一句的方式 介紹解說禮遇 伯君一笑之餘 也延續民間傳統 各位鄉親 大家好 初期公體有意義 萬億淫無一收 初期這點人的行為 必行好為先 初期的鼓勵人的信心 好祝感動天 而節目最讓人印象深刻的 當然還有這個 主持人異口同聲地說出同一句台詞 內容會以當天介紹的禮語含義而變化 主要就是加強效果來作為節目結尾 也達到玉角娛樂的目的 製作單位會寫一個牌子 今天大家一起講的是什麼 這個意義就是因為要大家整齊 開始講那幾句話 共見共識 咱就要 意 團結 這句經典橋段 可說是紅遍大街小巷 在那個年代的台灣社會 還一度引起模仿熱潮 嘻嘻嘻 大家要健康喔 嘻嘻嘻 台灣的追歌讚喔 除了主持人脫口秀 節目有時也會以短劇方式 演繹鯉魚典故 讓觀眾更了解鯉魚的使用時機 天天開心 鯉魚單元紅道 連前總統李登輝都會收看 他曾特別加冕天天開心 富有本土精神 還登上當年的報紙 並要台式把播過的鯉魚集結成冊 讓綜藝節目饒富教育意義 這中國時報看出來很大篇 說李登輝的爸爸李金龍喜歡看 天天開心 後來台式也將節目中播過的鯉魚 出版成開心諺語一書 在台灣綜藝史和觀眾的心中 留下代表性的一頁 台式60年製作過許多 會計人口的經典戲劇節目 而當年的製作人或者是導演 其實沒有太多的前人經驗可以參考 很多都是要靠自己去摸索 打造出戲劇製作的黃金格局 當時的科技也沒有現在的炫目 但即便現在來重新回味 從演員的詮釋 劇本的鋪陳 節目的深度 都是相當的經典眷有 戲劇可以說是人生的縮影 一出好的戲劇總是能夠帶給觀眾感動 或者是啟發 而放眼未來 台式前輩們所立下的標杆 也將引領我們提供更多優質的戲劇 給台式的觀眾朋友更豐富多元的精神食糧 我是林依儒 感謝你的收看 台式六十 璀璨年代 我們再會 共同年代 一記錄 嘅 好 好像 好像 有